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歷經好幾輪司法攻防 最後還是遭到羈押禁見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在五號確定 羈押前的直播記者會上 痛批民進黨把檢調 當成打擊異己的工具 黃國昌點名幕後黑手 就是民進黨主席總統賴清德 還預言他絕不會罷休 黃國昌呼籲小草 打破民進黨的新威權主義 進行一場長期抗戰 遠離台北是非之地 賴總統和國防部長顧力雄 六號一大早就飛到澎湖 視察陸軍澎湖防衛部防空連 DMS雙聯莊刺針飛彈系統操作任務 接著還到海軍146艦隊 續免辛苦的官兵弟兄 針對柯文哲事件 外界質疑聲浪不斷 賴總統在稍早接受媒體專訪時 便強調司法獨立行政不干預 拒絕討論個案 如果現在真的是新黨國體制 民進黨政治人物怎麼會被起訴 不只民眾黨將矛頭指向賴清德 大陸國台辦五號也發出新聞稿 統批賴總統近日接受專訪時 提到絕不接受 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因為一旦接受 就等同於讓渡台灣主權 國台辦批評賴清德 試圖渲染中國威脅 完全是為了推動台獨 破壞台海和平 TVB新聞 劉婷婷 崔仲群 台北澎湖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